我以为是对你们俩更好的 所有爱我的人好 相信我 你们刚才三个人在那哭 我拿着一包三斤吃 我都没敢打扰你 因为你们太幸福 太和谐 所以说想开眼 真的没有那么优质 你说呢 相不 我觉得仍然不错 我也挺喜欢她 可是现实你说 他人自己都没法照顾 我都担心说交给她 我真的不放心 那我不也说了吗 你要是找一个能够照顾她的 相信我 你说漏那么遥语 我也不可能顾他们那边去 他们也顾不来 这个问题可以解决 到底住哪边的问题 这完全可以解决吗 我可以去她那边 你看她愿意做上门女婿 你看 我们那边条件不好 我们余连那边都在山上住着 我也没房 我不怕苦 我不怕苦 有什么真心话在这个舞台上勇敢地说出来 接下来是肖波和好歉的告白事件 阿姨 这是这样您我们的 那个骨密度的报告 这是我的 你看好牵的 先看好牵的吧 它的盖的那个含链已经 在正常人的范围之内了 还有我的 我通过药物之后 那骨密度也慢慢在涨 我相信过不了几年 我的骨头就不会那么脆了 最起码不会出现上次那种意外 过两天我就去 母亲 动手术 医生给我动完手术之后 等恢复了我会努力锻炼 相信我会站起来的 我还是先要谢谢妈妈 因为你给了我很多很多次生命 我记忆里最深刻的就是 那一年的骨折 就是在床上躺了 躺了四个月 然后医生就说你 这辈子就站不起来了 因为放弃行走了 但是你在那个时候并没有放弃我 你扶着我锻炼 扶着我走路 我不愿意 我闹小脾气 但是你在那个时候 没有哄着我 没有宠着我 反而是给了我一耳光 正是那一耳光 让我重新地又站了起来 所以你在我心里 我真的非常非常地爱你 谢谢咳пов 谢谢您 谢谢别人 谢谢 thank you 谢谢